恶福所书第四章 所以,我这在主内为囚犯地恳求你们, 行动勿要与你们所受的宠召相衬, 凡事要谦逊、温和、忍耐, 在爱德中彼此担待, 尽力以和平的联系, 保持心神的合一, 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 正如你们蒙兆同有一个希望一样, 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 只有一个天主和众人之父, 他超越众人,贯通众人, 切在众人之内, 但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恩宠, 却是按照基督赐恩的尺度, 为此经上说, 他带领俘虏,升上高天, 且把恩惠赐予人。 说他上升了, 岂不是说他曾下降到地下吗? 那下降的正是上升超乎诸天之上, 已充满万有的那一位, 就使他赐予这些人做宗徒, 那些人做先知, 有的做传福音者, 有的做私募和教师。 为成全圣徒, 使之各尽其职, 为建树基督的身体, 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对于天主子, 又一致的信仰和认识, 成为成年人, 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长度,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为各种教义之风所飘荡, 所卷去, 而中了人的阴谋, 陷于引入荒谬的诡计, 反而在爱德中持守真理, 在各方面长进, 而归于那为元首的基督, 本着他全身都结构紧凑, 借着各关节的互相补助, 按照各肢体的功用, 各尽其职, 是身体不断增长, 在爱德中将它建立起来, 为此我说, 且在主内苦劝你们, 生活不要再向外邦人, 顺遂自己的虚妄思念而生活, 他们的理智受了蒙蔽, 因着他们的无知和固执, 与天主的生命隔绝了, 这样的人既已麻木, 便纵情自愈, 贪行各种不解, 但你们却不是这样学了基督, 如果你们真听过他, 按照在耶稣内的真理, 在他内受过教, 就该脱去你们照从前生活的旧人, 就是因顺从享乐的欲念而败坏的旧人, 应在心思念律上改换一新, 穿上新人, 就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 具有真实的正义和圣善的心人, 为此, 你们应该解决谎言, 彼此应该说实话, 因为我们彼此都是一身的肢体, 你们纵然动怒, 但是不可犯罪, 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寒怒时奚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有余地, 那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窃, 却更要劳苦, 亲手赚取正当的利润, 好能周济贫乏的人, 一切坏话都不可出于你们的口, 但看事情的需要, 说造就人的话, 叫听众获得益处, 你们不要叫天主的圣神忧郁, 因为你们是在他内受了印证, 以待得救的日子, 一切毒辣,怨恨, 愤怒,争吵, 毁谤, 以及一切邪恶, 都要从你们中除掉, 彼此相待, 要良善, 要仁慈, 互相宽恕, 如同天主在基督内宽恕了你们一样。